一年一度的台北国际书展十一号登场 今年的主题国是跟台湾同样是岛屿的纽西兰 出身纽西兰史上最年轻的曼布克奖得主 伊莲诺卡顿首次来到台湾跟读者见面 她是史上最年轻的曼布克奖得主伊莲诺卡顿 她首次来台交流 校园得奖后还没有时间创作 反而是生活有了很大改变 两个年轻的曼布克奖得主要是两个年轻的曼布克奖得主要 未来的曼布克奖得主要是两个年轻的曼布克奖得主要 我可以说过这几个年轻的曼布克奖得主要是 我的生命是非常不同的 我曾经过来到最终的机会 去旅行和谈论和创作 在世界各种各种美丽的境界 伊莲诺卡顿是首位造访书展的 曼布克奖得主 得奖作品《发光体》 以19世纪纽西兰的韬金热为故事背景 结合星象学 当地移民发展史描写一宗悬疑案件 我非常有趣的故事 我感觉到19世纪年轻的故事 主要是因为我感觉到一个很棒的电影 我感觉到有趣的故事 有趣的故事 特别是一概要过黑白白的故事 我非常喜欢黑白的故事 我喜欢读刺的故事 我希望能够写出来 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 伊林諾卡頓出身 紐西蘭藉由這次書展主題國 一起來臺與書迷會面 紐西蘭當地近22位作家 17家出版社也將一起參與盛世 一年一度的國際書展是出版界的盛世 全球共有67個國家 近700家出版社參展 還有國內外知名作家與民眾交流 推廣閱讀文化